重庆北贝区发生的山火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一具志愿者招募令 数百名摩托车骑手迅速集结 他们从白天到黑夜 前赴后继 只为在山火铺就过程中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8月25日下午 在位于重庆市北贝区歇马街道的一处救援物资集散点 摩托车骑手们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 有序将物资和救援人员送上山 8月21日 重庆市北贝区歇马街道虎头村 凹尔平发生山火 当地第一时间成立火情处置前线指挥部 统筹整合多方救援力量 由于火场所处位置地势陡峭 一般车辆同行不变 无法将救援物资运送上山 因此在志愿加入救援的力量中 出现了一支特殊的队伍 那就是由无数摩托车骑手们 组成的摩托车大军 我一看这边要骑手 然后我就骑摩托车过来了 感觉我们作为一个重新青年的话 应该对社会要有一定的责任心 有的话我们觉得的话 在我们能力范围以内的话 我觉得我们应该为这个社会做一点点事情 烈日下 骑手们骑着摩托车 在发动机的轰鸣声和扬起的尘土中 在山上山下来回穿梭 救援队伍需要的灭火器 水 干粮 挖掘机要用的汽油 柴油 以及换班的救援人员 只要有需要 骑手们就会挺身而出 提供帮助 我是今天早上才过来的 大概多少时间要上去一趟 半小时吗 有时候快 有时候十几分钟就一趟 一般送什么呢 我送人 送水 在庞大的摩托车骑手队伍中 有一位英姿洒爽的女骑手格外显眼 她的名字叫赵毅 今年23岁 是一名舞蹈老师 平时喜欢骑越野摩托车 当她看到救援现场急需志愿者的消息后 就和同样爱好骑摩托车的朋友们一起报名 到救援现场帮忙运送物资 本来我们平时也喜欢骑车嘛 然后那儿都发生了三号 然后有些人不能进来 车不能走 我都希望我们骑越野才把志愿送上去 希望这个山火早日结束 重庆加油 起手杨成国是重庆一家医院的一名医生 他利用调休时间到山火救援现场当志愿者 杨成国随身携带有创口贴 医用绷带 消毒药水 货香蒸汽水等医药物品 他除了运送物资外 还准备发挥专业技能 随时为救援人员提供帮助 我看到了抖音 还有很多微信小视频 急需要骑手和医生 还有一些救援物资 我就急急忙忙的早晨就赶过来 我是一名中医师 中医 然后带了一些霍香蒸汽水 带了一些防鼠的 然后带了一些针灸针 或者哪个谁关节扭到或什么的 我就临时的解决一下 救援现场 有的骑手骑着越野摩托车 有的骑手骑着家用踏板车 他们当中有工人 农民 医生 老师 外卖小哥等各行各业的人 在这一刻 大家不分职业 不分男女 全部挺身而出 向着山火逆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